如果做它也没有长串连接加分 而且它的扣分点还会存在 因为完成裁判 不管你的这两个动作 是不是最高难的跳不错了呢 它有一个选手 它有18个难度 其中只有8个就到最高难度 其他的都是C以下的 目的就是为了正连接加分 满满的句号 它在今天的这四套动作里面 都应该说是 发挥的要比它资格赛都好 那么后面就是何力成了 要看何力成的发挥了 刚才我们说过 他们两个谁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决定于最后一套自由操 何力成的自由操难度不是很大 跟唐锡进相比 难度差呢 有一点 但是要看灵场发挥 长穿 唐锡进啊资格赛还是因为被扣掉 0.3的出现分 箭子拉拉提上 箭子直挺后空翻 交换腿比叉跳 胯跳结环 后手翻 这是它的一个长串 要注意开度 满足的编排 要求2滚翻 满足的编排 有一个转体的 单组的转体 难度不是很大 但是要有 哎呀 这里就断了 后面两个跳步 其实 异足的下法 盯住 直立后空翻 转体1708阶 团伸前空翻 这是一个技巧的直接连接 0.2的加分 直立后空翻 转体900阶 曲体前空翻 这又是一个技巧的直接连接 但是因为是DA的连接 所以加0.1 下面是重头戏 力转1440 太正了 这是个一组的转体 曲体后空翻 两周 交换腿结环 交换腿跳 180 蹲转720 唐锡进